不久后的一天 美院的一位老师找到黄石法说 我知道你很会做木工艺品 能不能帮我设计一款与众不同的台灯 我想送给朋友 虽然一直只做单纯的木雕 但是为了多一点收入 黄石法表示 愿意尝试一下 接下来的日子里 难题接踵而来 台灯做成什么样的款式 电路要如何安装 电灯和木头该如何衔接 他焦头烂额 一天 黄石法去看电影 霍比特人3 影片中的迷路坐骑非常霸气 在看到那对让人过目难忘的路角时 他的灵感忽然涌现 黄石法用滑梨木 做了一个方形的 稳定监视的空心底座 将线路藏在底座里 上面一头安上可以拆卸的迷路角 一头安上一支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无丝灯泡 灯的亮度 可以通过开关任意调节 做好的台灯底座 敦视厚重 路角优雅流长 看到柔和的灯光 被厚阳的路角呵护在身后 人的心也觉得温暖而干净 那位老师看到这款复古的台灯后 责责称赞 当场又预定了几支 还建议他进行推广 黄石法欣然接受了 之后 他做出了八款 盟物系列台灯 这款台灯的推出 让168木工方备受关注 预定购买木作的人很多 黄石法也因此走出了 创业的低迷气 后来 他又设计了 多款实用而好看的作品 比如 精于手机底座 厨房调料灌底座等 都卖得很火 以此 一个潜水教练找到他 说自己非常热爱大海 希望在陆地上的时候 还能把一整片海洋带在身上 于是 黄石法精心设计 制作 打磨 最后做出了一条 活灵活现的精于尾巴 绳子从中间一穿 就是一根造型独特的手链 潜水员爱不释手 当时就挂到了胸前 还有一位来自于美国波士顿的留学生 说自己难得回家 想做个能代表家乡的东西带走 得知他的故乡漫山遍野都是枫叶 黄石法把一块貌不惊人的木料置配 一遍遍地摩擦 磨出迷人的纹路和光泽 最终做出了一片 夜落归根的夜行项链 把留学生感动得热泪盈眶 渐渐的 黄石法的名字在广州美术学院传开了 2017年 他设计的作品在广州美院 优秀原创作品评比中 荣获了二等奖 黄石法在广州也名气见增 他的作品在广州多家书店寄买 网上的热买又让他的名气迅速扩散 他还为谢纳陈赫主持的明星脱口秀 摆脱了衣橱 制作了一批个性十足的衣甲 黄石法是个内心柔软的年轻人 也是个不折不扣的猫粉 上大学期间 他收养了一只受伤的流浪猫 并细心照顾它 自此 不论是读书还是创业 猫咪一直陪伴在他身边 闲暇至于 黄石法会陪猫 逗猫 寒冬季节 当猫咪蜷缩在他怀里 或者蹲在他的大腿上时 黄石法就会琢磨 假如猫咪像人一样思考 那么他的思考形态会是什么样的 于是 他认真观察猫咪的每一个神态动作 用草图画出猫咪的精彩瞬间 2018年初 他以猫咪为灵感 将木头和珠宝相结合 设计研发出猫系列的作品 看到猫咪刚刚睡醒时伸懒腰的动作 他用18K黄金包住紫光檀木做的猫咪 还在猫尾巴末端配上一颗闪闪发光的墨丧石 创作出灵动精致的作品 伸懒腰 他还做出了一款带着金像圈的猫咪背影 因为他头部威胁 看着远方 慌是法给他取了个失忆的名字 我在盼你归来 一个猫咪坐立的侧面 也被黄氏法用心定格成作品 《六猫咪》 这些独具特色的原创作品一上市 就被当地的年轻人和朋友圈内的粉丝们抢购一空 虽然168木工方品牌的顺利推广 以及订单的逐渐稳定 黄氏法把店铺搬到了大学城附近 南亭村一栋三层小楼里 尽管小楼位置偏僻 他的顾客却越来越多 几乎每位客户在购物时 都对于90后的他做木作感到很好奇 每当这时 黄氏法总会微笑着说 因为我的父亲是一位木匠 我爱屋及乌 就爱上了做木工 是的 父亲虽然已经离开多年 却一直活在黄氏法的心里 2018年的父亲节前夕 他用巴西花梨木做了一款简洁的领结 作为送给父亲的礼物 并拍照发到了朋友圈 很快 领结便供不应求 之后不久 得益于网络的传播 他的木领结被国外品牌指定为专用配饰 看到自己的作品大受欢迎 黄氏法想让更多热爱木工的年轻人 可以感受木作的乐趣 便开设了以手工元素为特色的木雕课堂 教学生亲手制作心仪的木作 课时一班三至六个小时 每次只是象征性地收下费用 黄氏法很乐意做这件事情 因为在他看来 学员们来自不同的行业 每个人对创作都有各自的想法和感觉 他们做出来的作品也不会相同 和他们一起交流 自己也能学到很多 2018年8月 大型宫廷剧《沿洗攻略》火爆一时 追剧的同时 黄氏法盯上了剧中各种炫酷的手势 又从中发现了商机 他先是制作出了一批 和那些女主同款的戒指售卖 又在七夕之际 推出相关的课程 邀请情侣们到自己的课堂亲自操刀 各自为对方打造一款独一无二的 有温度的戒指 结果不出他所料 他的戒指和课程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欢迎 如今 随着木翼作品的增多 168木工方被誉为小光美 黄氏法的名气也越来越小 对此 他表示 一直以来 他喜欢把时间消磨在木头上 用双手去细腻的感受 体会到了木翼的有趣之处 也遇见了最好的自己 未来 他会将168木工方的品牌做大做强 继续为父亲钟爱的木匠手艺 注入新时代的元素 他希望每个热爱木座的朋友 都可以感受到木座的乐趣 朋友们 今天的故事 到这儿 就画上了句号 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继续关注 接下来